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种忙碌与休闲相得益彰的生活方式 但实际上我们都在忙着慢性自杀 更可恶的是文章里说 星巴克这种国际连锁居然将此消息隐瞒了八年 看到这段笑笑笑了 本来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天大的阴谋 感觉自己亲身经历了华盛顿邮报那种 为披露真相而斗争的历史大事件 想象有点小激动呢 结果现实告诉我们 这和朋友圈里面爸妈整天转发的养生小知识 没有半毛钱区别 因为这一切都是谣言 你是个骗子 咖啡所含有的这种屏息鲜胺 怎么喝才能喝出致癌风险呢 来 据个例子 穿普拉大的女魔头里 高级精灵最爱咖啡 先入职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给老板买星巴克 每一天三杯的量已经算多了 毕竟时尚圈节奏快压力大 美国职业精英不靠点咖啡续命 难道学中国人天天喝奶茶吗 你看周杰伦都喝成小猪配起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 数据说明一切 正常人一天要喝12公斤的咖啡 才会导致丙息鲜胺超标 这什么量呢 来 换算一下 换算成咖啡 至少要喝30杯 夏夏算了一笔经济账 就算只买最便宜的星巴克美式咖啡 算上你买一送一 生日券 这30杯至少得要五六百块钱 一天五六百 我没喝死就已经先穷死了 你知道吗 这么一想 横数都是死 喝 怕啥的 退一万步讲 普天之下致癌的东西嗨了去了 香烟这种健康杀手 就不多说了 直男癌 对不对 同样的道理 拖延癌 懒癌 现代年轻人身上一堆社会病 你有空关心咖啡那点化学成分 不如先细心革面 重新做人 人们之所以关注咖啡的新闻 是因为这种黑色且泛着苦味的饮品 早已超越一种饮品本身的内涵 在千百年的历史演变中 融入身体 融入社会 成为无数人的一种生活体验 而众多有关咖啡的电影 在闪现咖啡 是如何成为社交一部分的同时 也折射出丰富的人生色彩 比如贵伦美主演 音乐好听到拿下金马奖 最佳音乐奖的第36个故事 电影讲述的是贵伦美饰演的朵儿 如何追寻以及守护梦想 其现实的落脚点 就是一间小小的咖啡馆 这恐怕也是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 开一家小店 闻一缕清香 守一方安静 听一个故事 密一段人生 虽然很多人咖啡馆的梦想 都是以倒闭告终 但是不妨碍很多年轻人 前夫后继 开一家咖啡馆 这部电影带有独特的清新风味 故事算不上出色 但好在节奏不紧不慢 观影的过程当中 就好像手捧温热的拿铁 暖心感十足 一口敏下 在悠闲的镜头里 观察简简单单的生活 品尝细致入微的感动 当你工作不顺 感情坎坷 心情低落的时候 去欣赏这部电影 它会让你获得 卸下所有压力的解脱 仿佛整个人 摊在懒人沙发中 肆意地陷入那份慵懒 暂时和停不下来的生活 做一次短暂的告别 当然 任何在阳光下的事物 都有阴影 咖啡有它的另一面 想想要给各位咖啡爱好者 泼冷水的 是另一部经典纪录片 黑金 这部曾经在圣诞丝电影节上 大放异彩的长篇 揭开的不是咖啡致癌 这种无稽之谈 而是咖啡世界背后的 真实血泪 它告诉我们 一粒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豆 是怎样从种植者手中 辗转周折 身价翻上数十倍之后 再一次以热气腾腾的面貌 交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中 电影开场 就向种植咖啡豆的农民 提出过一个问题 你们猜一杯咖啡 在欧洲要卖多少钱 埃塞俄比亚的农民 茫然地摇头 他们只知道 这种东西在家乡并不稀奇 30美分 一杯够了吧 所以当一杯要卖 三美元的答案揭晓后 他们全都沉默了 黑金讲述的故事 套路颇有些类似 富士康雪泪工厂的感觉 全世界都在享受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但世界的某个角落 依旧还有很多人 为此奉献了自己的劳动力 和没有希望的未来 不管咖啡给人温暖 还是让人深思 当我们看完以上这些电影 明天再去星巴克坐下的时候 喝着手中的咖啡 入口的感觉 或许会变得更加浓郁悠长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想说一句 大哥 这个西湖明前龙井茶了解一下 很新鲜哦 如果不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